吉安乡浩客艺术村从4月年假开始的第一天 特别推出了缤纷色彩元素的 布艺真情 逢化吉安的连展活动 由花莲县拼布艺术协会理事长潘淡云率领着47位的会员 带来了将近50件的精美作品 其中还有传承世代已经有117年历史的小盖背 今次的作品让观展者是赞叹连连 吉安乡浩客艺术村从4月年假开始的第一天 特别推出缤纷色彩元素的布艺真情 逢化吉安连展 现场除了有拼布盖背 还有装框的拼布画 拼布玩偶 抱枕 提袋等等 而其中还有传承世代已经有117年历史的小盖背 他现在目前在我们教室做拼布 对对对对 说有这个展 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奶奶的妈妈的作品 所以我们说你可以提供出来 对呀 现在我做一个给我的儿子 我的女儿听到我做一个给他 他的弟弟 他说我也要一个 花莲县拼布艺术协会睽違两年 在此办理展览 这次由理事长潘淡云率领47位会员 带来将近50件精美作品 也特别致政乡公所艺服以春天为主题的拼布作品 象征着吉安乡万物欣欣向荣 蓬勃生长的丰沛生命力 感谢花莲县拼布协会为我们开启这样的一个艺文 在我们的拼布画里面 可以是墙面上的这样的一个装饰作品 也可以是房间里所有的抱枕 甚至于床枕单的一个呈现 更是我们小朋友手中喜爱的布偶王偶 也带来了生命历史传承的故事 看到了阿祖三代留下来的117年的拼布缝 曾经是伴着孩子成长的小盖辈 也看到了阿嬷留给我们现在 还是64岁老奶奶 她用了一甲子的这样的一个拼布缝 我相信不只是艺文的呈现 也带来了感恩感情亲情的圆满 所以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再次记得在春假廉假期间 来到浩克艺术村 以及4月份美丽的春节里面 带来灿烂不一样由颜色组成的一个生活精品 欢迎大家 为了让乡亲能够更贴近拼布艺术 华联县拼布艺术协会也特别规划办理市场次的DIY活动 而这次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1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详细的活动资讯可以上 吉安浩克艺术村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记者 徐立芹 吉安湘报导